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來分享這個 龍律冒險奧德賽的序號禮堡碼 我們首先點擊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然後在下方中間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兌換碼 然後點開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兌換碼 那我們輸入這個RICH8888 REACH8888 確定 兌換成功 你看到 然後下一個是這個TOPGAME777 TOPGAME777 確定 好兌換成功 然後送的東西會到哪裡 這裡右邊這個信箱 這裡有兌換馬里毛兩個 我們先看這個第一個 可以獲得這個10個高級招募券 還有7777的金幣跟777的英雄經驗值 然後這個呢也是10個高級招募券 然後每一鍵領取 怎麼是30個 不是10個加10個嗎 怎麼是30個 還會想說我算錯了 好那我們先來解這個 1-1 1-1 礦骨密鈴 立刻前往 我們直接出城去看看吧 點擊這個 直接一鍵上陣 然後佈陣完成之後要確定 開始挑戰 這個像素風格 然後這個回合自戰鬥 我們主角非常給力喔 一下子就解決掉 我們領取獎勵或者這個老杯杯 可以重建小鎮 讓他重建一下這個酒館 成功修復這個建築 新的麻煩又來了 喔他搶走了 存糧 這個傑羅姆是誰啊 傑羅姆是幫助我們的 好我們一起去這個冒險 然後挑戰 自動幫我們上陣這個 下面可以調整這個 自動和手動還有這個倍速 確認 還要繼續打 有這個兩關 我的小這個 是牧師 喝這個酒就幫我補血 好點擊確認 可以返回了 這個嗎 輕鬆擊退的盜匪他也加入了我的隊伍 酒館可以跟他們喝一杯 這邊可以招募這個英雄 招募一下 獲得這個雷鎖 認識到了不少新朋友 然後呢這個可以 清理這個怪物的據點 OK 我想要先召喚一下英雄 我想要先召喚一下英雄 不過沒關係 他會自動幫我們上陣 雷鎖是個盜賊 直接被你刺一波 黑眼 快速治療 這個老伯伯在幫我們治的 好我們先打叉叉 我們先把我們那個拿到的這個 33抽先全部抽掉 招募14 這招募還可以直接那個 加戰鬥力 獲得一個這個 德曼傭兵團 這個遊戲的最高薪是這個史詩 5%的 好那我們接著招募 招募真的是會那個加戰力 有一個聖文教團以諾 好接著 繼續召喚 請物平凡操作是什麼意思 應該當機了 怎麼回事啊 我沒平凡操作 我就說嘛剛剛那個 那個 剛剛那個是BUG嘛 根本就沒有送到30個 好各位觀眾我們剛剛遇到一些BUG 對嘛他原本那個33個是顯示顯示錯的 只有那個20個而已啊 而且 艾德華跟以諾而已嘛 如果你在去按的時候會像我們一樣直接當掉 我們接著打我們的這個 我們先一鍵上陣 怎麼只可以上陣5人 只可以上陣5人 好那我們確定 我們接著挑戰 這個最高速就只有成2而已嘛 這應該是我們的坦克喔 他都不帶 都不帶掉血 然後我們這個應該是個法師是嗎 這個是法師啦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誰的傷害最高嗎 這個治療的話傷害的話也是我們主角最高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 我剛剛抽到那個紫色的 接下來打了我們第3關 應該是最後一關 地獄之歌 他是個淫遊詩人 我們的這個杯杯還是蠻奶的 不錯不錯 然後我們回到這個撐裝 給這個英雄剩下幾 可以英雄突破耶 挑這個50個應該是雷是突破死吧 那我們 也來幫這個升級一下 把我們目前有上陣的都升級一下 OK OK 我們的這個還有 很多KO所以都很夠的 我們解了這些 支線任務 急事老闆娘 他偷走你的地器 他要幫他們搶回這個地器 你解這些任務他都會送你這個抽獎券 然後我們這個等級都提升的明顯 就強蠻多的 對嗎 接著下一關 一刀暴擊 754點血 怎麼感覺這個關卡越來越多啊 每一個關都有很多小關 真的只有層2而已 會不會之後可以出個跳過啊 這個是跳過嗎 什麼東西 這是撤退啊 這不是跳過 這個咧 這是查看buff 這邊還有這個分陣營 大概是5個陣營吧 然後呢 上陣這個可以 有這些特殊光環 這兩個是那個特殊光環 這個是 普通光環而已 我們解鎖了這個 我們完成這個任務 我們去這個道具商店修復一下 然後點進去這邊就可以買到各種道具 然後我們可以每日買一個這個高級招募券 又得到 他怎麼這個顯示都怪怪的 那我這個10個是真的10個嗎 我點下去會不會用那個出8個 點看看 喔沒有 剛顯示一個然後雀狼那兩個 這次就沒有那個 有沒有順利拿到紫色英雄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龍律冒險奧德賽的序號裡幫我分享 幾次玩就差不多拍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